可以说打法上面基本上攻的还是比较多 如果不攻的话 可能真的跟这个孙丹虎要磨下去了 但是因为他给的球啊 他也比较好攻啊 如果你不去攻的话 一直处于这种对拉的话 可能当然也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你的目的在什么 你对拉的过程当然是 找一些机会来进攻吗 既然人家已经把机会给你的 所以当然也不愿意去错过 20比14 虽然不像第一局打得那么轻松 但是第二局呢 成绩拿下来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球对曾经从业呢还是以这种倒地旧球 但是回来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当对方推到他的正手 后场的时候 因为回防不够及时 所以没有办法去接这个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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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比15 这样陈金又上了第二局 以2比0 上了韩国的孙文虎 这样是中国队的大比分 变成了2比1 接下来将是双打的比赛 中国队上场的将是徐晨 郭震东 对韩国的柳延星 和高成炫 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 双方第四场的比赛 双方第四场是2-3-0 神经你是第二担打 在无赏球中呢是处于腰的位置 那比赛之前你有没有做好 以任何一种比分的状态上场的准备呢 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 其实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做好充分的准备 开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 我们前面两分都丢了 自己0.2上去的时候是怎么打 所以说困难还是准备比较充分 包括他们前面两场球也确实能看出来 都是咬得比较急 胜负都是在一两分之间 第一局赢的是比较轻松的 第二局孙文虎显然是加强了防守 在这种状态下你对自己的战术 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其实第二局他还是放比较开 因为他第一局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来打我 他也就只是耐心一点 能防一排算一排 只是说自己在第二局刚开始有些着急 自己攻球的话出现了一些失误 直到后面的话自己调整就是 自己也耐心一点 然后有机会再打 所以他队友马上接下来的双打 他们能获胜吗 我当然希望他们能获胜 我相信他们 好的 感谢是您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羽毛球男子团体的决赛 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呢 已经来到了第四场 在前面三场比赛结束以后 中国队在大比分上 现在是2比1领先 在前面三场比赛里面呢 中国队是胜了两场单打 输了一场双打 那么接下来呢 又是一场双打的比赛 徐晨郭震东 对韩国的柳言兴 高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